各式颜色的普鲁制品成立眼前 有十字花纹 圆圈状 点状造型 从深蓝色 纠红色 明黄色等都有 这种羊毛制品被称为普鲁 位在西藏中南部的闸囊县 雅鲁藏部江中游 因为地下人稠 资源匮乏 这里的藏民大多从事制造汉青霜 编织羊毛就成了副业 因此又被称为普鲁之乡 普鲁曾用来制作藏装 藏靴 不过现在使用范围更广 连门帘 服饰箱边或是包包都会使用 但它的产出过程可是相当繁琐 藏民坐在传统织布机上 交得操控踏板 手中的毛线来回穿梭织布机才能织成一面布料 现今生产的普鲁近百种 以成为当地民众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管道 扎南普鲁不止内销还远销日本 越南和尼泊尔等国 是一项珍贵的藏族文化